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来看一下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这个部分 那刚刚进化已经讲过了 那么通过进化呢 我们的生物开始逐渐出现多样性 各种各样的生物都开始出现 那这里面有一个单词叫做Biodiversity Bio呢用来表示生物 那相当于Life L-I-F-E Bio这个词根呢我们会经常的看到 那凡是带有BIO开头的都跟生命有关系 都跟Life是有一定关系的 例如我们所讲的这个叫做Biology 生物学嘛对不对 Biology叫做生物学 那所以Bio用来表示Life 所以这个Biodiversity Diversity用来表示什么呢 多样化 所以它叫做生命多种多样 这叫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那我们来看这么几个单词 这几个单词呢都是由BIO开头的 那那么由BIO开头的话呢 都用来表示生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单词的含义 比如说Biography Biography呢用来指传记 有些同学想 传记跟生命有什么关系 那么大家想 如果你写一本个人的传记的话 或者如果你写一本个人的书的话 那么是不是介绍 某一个人生命的书才叫做传记啊 所以它当中带有Bio Biography叫做传记 那么下一个单词叫做Biochemistry 这是一个学科 Biochemistry叫做生物化学 那叫做生物化学 这是一个学科 Biochemistry 那么在下面一个单词呢 叫做Biosphere Biosphere呢叫做生物圈 Biosphere叫做生物圈 Biography叫做传记 Biochemistry生物化学 Biosphere叫做生物圈 好那么这是几个带有Bio开头的 都是跟生命有关系的 好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Diversity这个单词呢 相当于Variety 那变化 生命有多种多样的变化 自然叫做生物多样性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生物多样性呢 主要包含着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叫做Diversity of genes 这个单词我们一定要认识哦 叫做基因 那么在阅读和听力中 是经常出现的Bio diversity of genes 叫做基因的多样化 那基因多样化 那么比如说 什么叫做基因的多样化 同样是Dog 那同样是狗 我们看这个叫做Dormation Dormation呢 应该知道大麦定 Dormation 斑点狗 那么我们还有电影 什么101个Dormation 对吧 那么101只斑点狗这种 那么同样是狗 那这个叫做Chihuahua 那Chihuahua呢 用来就是我们平时的 叫吉娃娃呢 同样是狗 但是会有巨大的差别 这是基因的多样性 叫做Diversity of genes 那么第二个层面呢 叫做Diversity of species 这个单词我们一定要认识啊 叫做物种 就是生物学当中非常考到 非常经常考到的这么一个话题 那么Diversity of species 叫做生物多样性 我们来看 在我们的地球上 那么物种呢 有各种各样的物种呢 我们来看物种多样性 比如说这个可爱的是 Panda 大熊猫 那么这里有Flower 那么这里面还有蜻蜓 对不对 还有蜻蜓呢 Dragonfly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呢 不同的物种都在地球上有出现 这叫做物种的多样化 那么再下面呢 叫做Variety of ecosystems 这叫生态系统的多样化 Ecosystem 大家把这个单词印在脑子里啊 Ecosystem用来指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那么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例如呢 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那叫做Private Private用来指大草原 这是一种特别的生态系统 生活在Private上的动物呢 和生活在其他地方动物可能会有不同 这叫生态系统多样性 那Variety of Private 那大草原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生态系统 这个生态系统叫做Rain Forest 那Forest指森林 Rain Forest用来指热带雨林 那用来指热带雨林 那么再下面呢Dessert Dessert又是另外的一种生态系统 那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关于沙漠的生态环境 沙漠中的水和沙漠中的动物 那好 那么这是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Ecosystem 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 那一定要把它记住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那那么虽然生物多样性介绍过了 那生物多样性说白了 就是指各种各样的物种 各种不同的基因都共同的在一起 但是呢 The Earth is losing species At an alarming rate 那么地球呢 正在以一种非常快的速度 丧失很多的物种 那也就是生物多样性在减少 When spec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go extinct 这个动词我们要认识 那这个动词extinct Extinct用来指灭绝的意思 那用来指灭绝 When spec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go extinct Many other species are affected Affected呢 比方说受到影响 那么某一两个物种灭绝之后呢 其他的物种也会跟着受到影响 Affected 那所以这是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的一点 你呢 一定要是有多种多样的生物 这个系统才会维持的比较稳定 那维持的比较稳定 那么我们托福当中也曾经考过 很多同学可能也做过 在TPO里面就有这样的话题 那那么关于这个生态系统中的生物 多对于这个系统来说是稳定的 还是说这个生态系统的生物少 对于这个系统来说是稳定的 这都是托福经常考到的考点 那我们不仅要认识单词 而且还要知道这个自然科学知识点的来源 那么而且还要知道阅读和听力的解题技巧 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的托福 能够拿到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那那么大家记住 Extinct用来表示灭绝的意思 那Extinct用来表示灭绝 好 那么再下一个单词 那再下一个PPT我们来看 叫做Strives to Biodiversity 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威胁有哪些 那么到底哪些事在威胁着我们的生物多样性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那么第一个这个叫做Habitate Habitate这个词在生物学当中也非常的重要 叫做栖息地 Habitate叫做栖息地 栖息地的毁灭 我们人类可能要盖楼房 要填海 造海港 造城市 砍伐森林 用来耕种 这都毁坏了生物的Habitate Habitate destruction is one's right to biodiversity 那么栖息地减少是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威胁之一 接下来是Pollution 污染 那么再下面叫Species Introduction 物种引进 Species Introduction 很多人不太理解这个 但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 比如说在某一个地方 关于Species Introduction 经常会以澳大利亚作为举例 在我们的托福阅读和听力当中 多次出现讲到澳大利亚的外来物种引进的问题 那么曾经有篇文章考到 说澳大利亚的一种兔子特别的猖獗 这个兔子太猖獗了 人们没有办法去把这些兔子都杀掉 于是想了一个办法 那么什么办法呢 就引进了一种病毒 那么兔子感染这种病毒之后呢 就很快的死掉了 但是呢 这个病毒是靠蚊子来咬 钉咬兔子来传染的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 这些蚊子开始产生抗药性 所以呢 逐渐逐渐的 这个病毒呢 又开始对于兔子来说 不是那么具有有害性了 最后呢 再达到一个稳定 那这都是我们在生物进化论 和多样性当中有考到的 那么关于物种引进 如果一个物种非常的危险的话 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经常说的水污染 那水污染的话呢 有一种生物叫做水葫芦 它会非常快速的繁殖 然后呢会遮住阳光 导致下面没有阳光 那所以这种物种的引进呢 你突然引进一个物种 它是没有天敌的 那么它会很快的 肆意的繁殖 对于我们的环境呢 也是非常的不好 那那么再下面 叫做Global Climate Change 全球的天气变化 这个话题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全球变暖 对不对 那么全球的天气变化 也是一个导致多样性受到威胁的 再下面呢 Exploitation 叫做开发 那人类的过度开发 那么这些呢 都是在威胁着我们的生物多样性 主要是记住这些单词 那好 那么说到Extinction 物种的灭绝 物种的灭绝呢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是Natural Extinction 自然灭绝 那跟我们人类没什么关系 对吧 是自然的一种灭绝 叫做Natural Extinction 那么自然灭绝呢 有两种情况 一个叫做Climate Change 那有可能是天气的突然变化 比如说突然间变得很冷 冰河期 对不对 那么或者是突然间变得很热 或者是突然间变得很热 那天气变化都可能 Leads to Natural Extinction 那么还有一种呢 叫做灾难性事件 那灾难性事件 那么灾难性事件呢 也有可能导致 那叫做Caterchismic 那Caterchismic 这个单词用来表示灾难性的 灾难性的事件 比如说Earthquake 这也是我们讲过的地理学 对不对 地质学当中的Earthquake 地震 Volcano 火山 还记不记得我们讲那个火神 那么火山 火山喷发和地震 都属于灾难性事件 也有可能导致物种灭绝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Dinosaur Dinosaur叫做恐龙 Dinosaur这个名字呢 它一开始是分为两个部分 它原始的意思是巨大的蜥蜴 所以Dinosaur 那么这个单词的来源呢 是来源于巨大的蜥蜴这个说法 虽然恐龙并不是一种蜥蜴 但是以前的人们的理解呢 觉得它长的是这样的 那么恐龙的灭绝 我们也在地质学 这一类和天文学这一方面呢 都给大家有设计过 有可能是Asteroid 还记不记得 小行星的撞击 也有可能是火山喷发 那我们当时还讲了一种 非常有趣的 搞笑版本的解说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不记得的再回去 把那一段的课呢 再看一看 那网络课程最好的一点呢 是大家你听到哪个部分 如果想 如果想复习或者回忆的话 可以随便的再去调节来听 那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好Dinosaur的灭绝呢 就属于灾难性事件 那么再下面 说到物种的灭绝 那除了自然源以外 我们人类的原因 当然也必不可少 那么Human Activities 是指人类的原因 那么人类的原因呢 也可能导致物种的灭绝 我们来看 比如说 还是这个 那Habitate Loss 叫做栖息地的减少 那Habitate Loss 叫做栖息地的减少 我们人类占据了 原来生物所拥有的地方 那么栖息地减少 Introduction of exotic or invasive species 有一些外来的物种 或者入侵性的物种的引入 那么第三个叫做 Pollution 污染 这都是我们人类导致 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原因 好 那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还有Commercial Harvesting 商业性的采伐 商业性的采伐呢 也是可以导致物种灭绝的 或者是物种多样性减少的 Urbanization 叫做城市化 城市化 那么Diaming或者是Flooding 叫做筑坝 或者是洪水 Diaming或者叫做Flooding Agricultural Agricultural叫做农业 Agricultural叫做农业 好 那么我们来看 这些因素呢 都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于我们的这个是 生物多样性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 当然了 我们也要认识这些单词 帮助我们来做题目 好 那么关于进化论和生物多样性的 这个章节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来做一个连线题 把我们刚刚学过的单词呢 再做进一步的巩固 那好 现在停下来 回忆一下刚刚所讲的 所有的重要的英语单词 和有关于生物学的内容 我们来做连线 一起来看 第一个单词叫做 molecule molecule是什么意思啊 叫做分子 那所以我们连到这里 molecule叫做分子 下一个呢 叫做Potein 那Potein叫做 蛋白质 那我们找到蛋白质 polymer呢 poly表示多 那所以呢 polymer我们叫做 聚合物 再下面 Portocel Portocel是我们在讲 生物 生命发展过程当中 最开始的这种叫做 那么原始细胞 Portocel 再下面Bacteria 叫做细菌 那Bacteria细菌 好 再下一个单词叫做 Multicellular 那Multicellular呢 用来表示多分子的 多细胞的 那Cell嘛 表示细胞 Multicellular 多细胞的 Diversification 指的是多样化的 那好 我们把这几个单词的连线 连好 那么记住这些单词的含义 下一张呢 下一张我们来看第一个 Species Species用来表示物种 我们点到这里 Species物种 再下一个Amphibian Amphibian用来表示 两栖动物 那 两栖动物 那么这个呢 这个我们讲过了 恐龙就属于它 它叫什么来着 爬行动物 我们找一下爬行动物在这 那 那么再下一个叫做 Memo Memo是那个女生词 很可爱的 叫做 哺乳动物 叫做Memo 那么再下一个 Vertebrate Vertebrate 叫做脊椎动物呢 那么Invertebrate 自然就是无脊椎动物 叫做Invertebrate 再下面呢 叫做Reproduction 繁殖 那Reproduction 叫做繁殖 好 那么这些重点单词呢 我们挑出来 也带大家再过了一遍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个 真体精细的部分 我们把这些单词呢 应用到真正的考试题目当中 来看一下 这些题目 以及单词应该如何来理解 那 你会发现 当你认识这些单词 的时候 做起题目来呢 对率会更加的高 而且更加的有信心 更加的游刃有余 那 不会出现那种 我们很多同学是觉得 有技巧 但是很多单词不认识 心里很不踏实 很难把阅读 达到一个非常高的 分数的境界 那 但是大家听了 这个课程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做题会轻松很多 那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叫做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was the reason of Pepper's most dramatic change 那 那么这里面呢 提到了Pepper's most 我们还记得吗 叫做胡椒鹅 这道题目的题材问 根据文章 胡椒鹅发生巨变的原因是什么 那 胡椒鹅发生巨变的原因是什么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开始看文章 那么既然它是第一题 它的初题的答案点 往往来自于文章 比较靠前的位置 所以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赞人段 第一个赞人段说到 Environment influences creatures in their evolution process 那么环境呢 会影响生物 在它们进化的过程中 The evolution of the peppered moths over the last 200 years was a good example and had started in detail 那么胡椒鹅呢 是一个好例子 已经被研究了 而且是细节 后边说了 At the start of this period 那么大家注意 题材问的是胡椒鹅 为什么发生变化 我们到这还没有看出 它有变化 那么我们看哪里 开始出现变化 这说了 At the start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大多数的 What's the majority had light-colored wind patterns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 大多数的胡椒鹅 都是什么呀 叫做 light-colored wind patterns 那light-colored wind patterns 指的是浅色的翅膀 那么which effectively carmonfluorged them against the light-colored trees and这里面呢 指的是苔藓 upon which they rested 到这还没有发生变化 截止到第一三段的 这个位置都还是在说 这个树干是浅色的 鹅子也是浅色的 那到哪开始发生变化 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 给大家讲过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点 说托福考试当中 如果大家在做阅读的时候 想要找到出题点 不是很好找的时候 可以去找三个地方 还记得吗 我们在前面讲过 第一个地方叫做找转折 第二个叫做找因果 第三个叫做找 带有极端程度词的 这样的三个点呢 可以帮助大家 非常快地找到答案 所以我们顺着第一三段 再往下看 非常快地发现 在第一三段的中间 有一个转折 叫做however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however 他说了 但是 however due to white spread pollution 由于这个巨大的污染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 巨大污染 many of the 很多什么呢 很多这种绿色的 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很多这种绿色的苔藓 就死掉了 消失了 很多绿色苔藓都死掉了 这个时候呢 就导致这个树木的颜色 开始变浅 这里面呢 叫做 the lichens lichens用来指苔藓 或者第一 我们等一会儿会给大家再讲 and the trees which peppered moss rested on became blackened by salt 由于这些工业的污染呢 树干也变得更黑了 causing most of the light-colored mules to die off due to the predation 由于捕食呢 就都灭绝掉了 很多浅色的 所以这个点我们看过之后 它们是什么导致 peppered moss的巨大变化 那么主要是由工业革命导致的 污染时的树干变黑 好我们来看题目 a选项说 the dark colored trunks disappeared 有些同学看选项看不全 很多同学是看到 the dark colored trunks就想选 说树干变深色了 所以呢导致它们变化 但大家注意 初题人在这儿呢 做了一个小的变动 他把这个单词变成了disappear的 disappear叫做消失 说呢深颜色的树干消失了 那深色树干消失是不对的 是因为工业革命以后 深色树干变多了 才导致鹅子发生变化 再来看第二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叫做 most of the light colored mules die off 大多数浅色的鹅子死掉了 而实际上我们看 这道题问的是什么呀 reason 问的是原因 那么深色鹅子活下来 浅色鹅子死掉 这是结果 那所以第二个我们也不选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选项 第三个选项叫做 light colored trunks were darkened by the suit produced by industrial productions 那么浅色的树干呢 wer darkened 浅色的树干变成了深色 由于工业革命的污染 这是不是原因呢 这个就是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浅色的树干 变成了深色 那这些浅色的树干变成了深色 那么才导致这个鹅子不得已 浅色的死掉 深色的活下来 也慢慢的变成了深色 那所以这道题目呢 我们正确答案选择第三个 第四个选项叫做 genes of peppered moths had changed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那么peppered moths呢 叫做胡椒鹅 胡椒鹅呢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 胡椒鹅的基因发生了改变 有些人非常想选这个选项 但是我们注意啊 从我们平时的理解来说 基因确实是一个原因 但是在我们刚才的阅读文章当中 并没有出现基因这些单词 所以第四个选项呢 我们也不选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题目 正确答案选择第三个选项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题目 第二题目呢 the word camouflage the pair of one is close at meaning to 问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语境 其实你要是上过嘉惠老师的课 就已经知道这一单词什么意思了 但是呢 我们还是回来看一下 这里面说到了 light color的浅色的翅膀 which effectively浅色的翅膀 能怎么样它们 against the light color trees 那么浅色的翅膀 能够伪装它们 隐藏在浅色的树干中吧 所以camouflage呢 用来表示伪装的意思 我们选择第二个选项 disguised的同样表示伪装 A选项叫exposed 暴露正好是跟伪装 camouflage是相反的 所以我们不选它 再往下呢 campaign的呢 表示竞选 这个更没有关系了 大家别看都是CM开头了 感觉很相像 但其实意思差很远 再下面呢 reflected的叫做反应 那这也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题目 我们正确答案呢 就选择第二个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三个题目 第三个题目说 what can be inferred from Jonathan Wells' book Icons of Evolution呢 那么从这个Jonathan的 这本书当中 我们能推出什么 好 这里出现了一个推理题 叫做infer 虽然是推理题 但是我们给大家讲过 在托福的阅读当中呢 推理题不要推得太远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基于原文的 基本判断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原文先 我们找到这个人的书 结果大家发现 这个点是不是也在一个转折后啊 所以很多的重要的内容呢 都是出现在转折后的 那么我们来看 but Johnson Wells' 那那么他批评了什么呢 他批评了把胡椒鹅 作为一个进化的例子 也就是这儿突然出现一个人 他不觉得这个鹅子 是由自然选择导致的 那in his books 这儿出现了他的书 所以我们把书这儿呢 读一读 来作为解这道题的要点 那in his book 那在他这本书里面 wells呢 这个人呢 认为呢 这个pepper mouth studies and in particular 而且在这个人的实验当中呢 worth 那么这个单词表是错误的 所以他认为这是错误的 他反对把它作为一个 自然选择的例子 那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选项 黑简像说 他支持K的理论 这是不对的吧 我们看原文 原文这是怎么说的 说呢 他认为K的实验是错的 所以他并不支持K的理论 B选项 he thought pepper mouth could not be a perfect example of evolution theory 这是正确的 他认为胡椒鹅 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例子 正好对应到原文的这句话 我们来看 in his books 他认为 pepper mouth studies 是错误的 而且呢 他criticize 批评 所以这个单词非常的关键 他批评把鹅字 作为进化论学说 那所以这里呢 我们这道题目之后 大家选择第二个 那我们来看第三个 叫做evolution theory had many evidence of fraud 那说进化论呢 有很多错误 大家注意啊 这个进化论有错误呢 在原段当中啊 大家看这儿 despite 尽管 some valid criticism of 尽管对于早些 有一些批评 那对于早些实验 有些批评的说法 there has been no evidence of fraud 还没有no evidence of fraud 而三选项说 many evidence of fraud 这也是错的 那第四个选项 叫做evolutionary explanation of phenomenon was contrary to the real situations 说呢 对于 这个进化论的解释呢 与实际情况是相反的 这个也是不正确的 我们来看 这儿说了 subsecret experiments and observations have supported the initial evolutionary explanation 原文说的是什么呀 大家注意这个动词叫做 supported支持 进化论还是支持 很多实际生活中的例子的 所以第四个我们也不选 这道题目呢 我们正确答案选择第二个 那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再下一个题目 再下一个题目说 the word calling in the paragraph 2 is close at in meaning to 这个单词 诶 有同学说 这单词不是硬币的意思吗 对吧 钱 那 相当于money 那 但是这是做名词啊 大家看在这儿 它是做什么呀 加上ing 是不是做动词了 所以我们还是先看一下文章 那 文章在这儿出现calling 它说了 this has lied to the calling of the term turn表示一个词组 说呢 这导致了这个词组的出现 那 说这个 鹅子呢 是一个工业革命的 工业革命机制的这么一个指示 所以它实际上是 this has lied to 工业革命严重的时候呢 这个鹅子的颜色就深 工业革命的污染 不严重的时候呢 鹅子的颜色就浅 所以这呢出现了一个单词词组 叫做industrial melanism melanism 那么出现这么一个词 所以它意思是说呢 把鹅子应用到这个词上 那 所以这道题目呢 我们正选答案选择 A选项 conceiving 构成了这个单词 这构成了后边的那个industrial 那个词组 那么A呢叫付 付钱 有些人说 矿不是钱币吗 所以跟付钱有关系 实际上不对 这是在这做动词 做动词呢 在这指 就构成了那个term 组成了那个term 第三个呢叫做supplied 提供 这个也不对 第四个呢叫做applied 应用 那么我们看原文说的是什么呀 那么 this has like tools 起名字 构成一个名字 而不单纯指应用 所以这里呢 我们还是选择conceiving 而不选择 第四个 不选择applied 好 那么这是我们关于生物学当中的第一个部分 进化论和生物多样性的讲解 我们就给大家呢 讲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叫做 常考动物 我们会在这个章节当中呢 给大家讲一些 关于动物学的词汇 并且呢 把托福当中 常考的一些动物 做一个总结给大家 给大家看